国庆晚会梦想家的争议持续延烧 这两天烧到2.15亿 那么今天呢 民进党中央再拿出资料 批评从听澳 花博 国庆晚会到梦想家 圣志仁他官做到哪里 赖声川跟他的工作团队 就会一路跟到哪里 民进党指出 梦想家除了由赖声川负责之外 这个剧呢 包括了道具制作 灯光设备 舞台机械等等的标案 得标的厂商 都曾经在表演工作方工作过 因此他们质疑 这根本就是自家人 合力分赃2亿多元 借过百年音乐剧 让梦想家的主打MV内容 还真的是很梦想 从头到尾几乎听到 就是梦想家这三个字 有网友很高纲 算出147个字里 有13个梦想家 21个梦想 我的梦想家 五个字总共占了歌词的一半 网友提不下去 炮轰原来两亿是这样被政府乱搞 还有人酸 严重鬼打枪 歌词有这么好写的啊 梦想家 梦想家 两亿怎么花 民进党中央拿出资料 质疑全都是表演工作方在围包 除了表演工作方拿到创意费3900万 像是负责舞台机械的王岐三 是前表演工作方的道具管理 道具管理的许文文 也是前表演工作方的服装管理 另外制作统筹 灯光管理已经不仅制作 相关负责人都和表演工作方有关系 也难怪被质疑包很大 同一批人 像候鸟一样 大迁徙啊 只要圣之人到哪里 这一批人就到哪里 吃香又喝辣 还有民众投书媒体 说要做梦想家的文创企划书 用猜拳应该人可以拿到1000万 还要喊精彩100的口号 目标就是要把文件会的两亿给花完 内容酷手又讽刺 但也透露出梦想家的美梦 拉到现实 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同 三地新闻继续报道 三地新闻续报道